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 继2016年成功繁育一只雌性雪豹傲雪后 2019年5月27日 该园再次繁育一对雌性雪豹双胞胎 为国内现存第二只和第三只人工繁育雪豹 目前两只小雪豹已满11个月 各项身体指标稳定身体健康 园区安排其余五一前与游客见面 据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介绍 这对雪豹姐妹花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先后经历了猫瘟等疾病 但最终挺了过来 目前身体状态良好 姐姐大雪体重已经达到51斤 妹妹小雪体重也有47斤 这对双胞胎雪豹的体重比奥雪一周岁时重30% 2018年首先我们是引进了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 动物医学院的副院长金一鹏教授 作为我们动物园的首席受医师 主要是助力于我们在雪豹的人工育肉过程中 这种疫病的防治工作 2019年年初 园区成立了雪豹人工繁育的一个公关小组 然后调配了一些有经验 然后这样的一些饲养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专门负责雪豹的人工繁育 这个对于小雪豹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雪豹素有雪山之王之称 目前中国是全球雪豹最大的分布国 涵盖其60%的栖息地 主要分布在青海 新疆 甘肃 西藏等省区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位于青海省西宁市 它也是中国唯一的雪豹繁育基地 这对双猫胎雪豹的成功繁育 不仅为园区进一步积累人工繁育经验 也为今后继续开展雪豹人工繁育奠定了技术基础 雪豹人工繁育技术的日趋成熟 不仅可以增加圈养雪豹的数量 扩大保护教育的影响力 更是为中国雪豹保护 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和手段